我們這個部分呢 打算是要在 Rosberry Pi上面去裝 SRDP 那 樹莓派如何 完成安裝我們的 SRDP呢 基本上我們當然是要先 考慮 安裝的方式我們等一下是打算使用 SSH 遠端登錄方式去安裝 第一件事情當然你必須先假設 Depin Linux上面的Rosberry Pi它的UI 相關UI都已經都裝好了 那這應該是True 那再來才是開始去安裝我們的 XRDP 這種一個桌面軟體 那它跟 因為它本身來說 Depin上面的Rosberry Pi的一個UI它其實是非常輕量級的 所以我們也不需要再去裝其他的 桌面軟體 那所以它 有關它在那個 加目錄的 點X section的部分呢 這個檔呢 我們就直接把它砍掉 好 那當然我們一樣是 將 SRDP的服務把它開啟 同時也看看它的一個狀態 好 好那我們進入我們的 Vinus 好那我們 開啟我們的一個終端機 拉到中間一點 好 在這邊的話 我們當然就是 用 SSH的方式 這段登入到我們的書枚Pi 它叫做Pi 然後呢 它的IP的位置是192.168.1.119 基本上我們應該就進來了 好 那這邊它也 為我們同意與不同意去連線 前面它也跟我們提到 土耳曲線的DSA上面它的那個金藥的雜証 雜証紙 這個當然是根據下256下所作用的 紙就在這上面這邊 一般來講這應該是用64進位的 那這邊的話我們當然打YES 那接下來就問這個Pi它的password 所以我們現在就登錄進來了 好我們當然先確認一下 when I 當然是Pi 我們所在資料夾 當然是在 這個Rasperry Pi上面的 加木的拍面 好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去安裝 好 用npg.dat install的方式去安裝 我們的 xrdp這個軟體 基本上它 需要一些時間 好 好 那我們當然是打YES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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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後這個時候產生 20 20 2048會員的RSA Key 然後存到 這個 這個裡面 好 現在是裝好 那 接下來的話我們 剛剛提到 我們 我們要把 呃 加目錄的 x section DNX section 這個檔 把它砍掉 基本上已經沒有了 所以 所以這個 原子上就沒有任何的問題 好 那 嗯 我們的下一步呢 嗯 就是要開啟 我們的 SR DP的 這個服務 所以呢 就 etc init 點D 嗯 嗯 然後是 s r d p star 開啟 嗯 我們開啟的話 它是有讓我們做一個選擇 基本上 嗯 我們是用Pi進去 所以選1 Password當然就是打上我們 這個Pi的Password 好 好 基本上就進去了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狀態 好 這是它目前的一個狀態 嗯 好 我們把頁面清一下 好 嗯 好 那我們現在當然還是在那個RaspberryPi裡面 所以呢原則上我們該裝的應該都裝好了 所以我們讓RaspberryPi呢做reboot 這個動作 應該前面加個速度 好 這個時候就回到我們的我們的本期端 好 嗯 嗯 原則上 嗯 它reboot要一點時間 好 那這個時候我們回到本期端之後我們在 打開我們的遠端的 叫做KRDC的這個軟體 我們用背景 好 用背景之情 好 然後到中間一點好了 KRDC這個 好 所以我們用 RDP這個協定 我們打上Pi 然後 At 然後是它的IP的位置 好 那原則上 我們解析度的話 我們稍微把它射大一點好了 總有一般的解析度 好 那 我們的效能看是 用曲網的應該就很好 好 那基本上應該就可以了 好 那它會 嗯 在下面輸入這個錢包的密碼 所謂的KDE wallet 好 它應該就進去了 原則上我們看一下它是不是在這裏操作上會比較 方便一點 應該會比VNC稍好 應該會比VNC稍好 那VNC的Viewer去看 那可能我們用 用這樣的 啊 DP的協定似乎來講 它 順暢的許多 好 把這瀏覽器把它關掉 好 那 我們 也把我們這個Mathematica把它打開 然後這邊這個 把他點掉 好 在這邊的話我們是原則上是算指數的π 原則上是說 小一點於100的指數總共有25個 那 在 1萬以下 有1229個 好那我們再看 如果是 這應該他的字形是按shift enter 好 那這邊的話我們再 再把它 改一下再加一個0 好 所以再按shift enter 第10萬 10萬以下的指數有幾個 好 所以這個Mathematica的軟體在這邊 自信也是沒有很大的問題 可以 don't save 不存 把它關掉 那事實上因為他比較順暢 所以你再做一些事情就比較方便 一樣我們把這個 矽加壓程式一樣是可以把它打開 我們用test edit打開 那這邊應該是可以做一些調整 加上 假設 我們加上 行號 那可能再多一些 多一些 多一些指令好了 好 這邊再一個 cout 我們這是使用 using using s rdp to looking look on raspberry 謝謝恩斷行 那這是一個蠻簡易的一個平衡器 所以我們把它save 好 那我們當然要去做編譯了 所以這裡呢 我們就打開它的terminal 原則上它是在 先看看我們在什麼位子 在那個加目錄 看它有什麼內容 ok 所以我們要把它切到桌面 好 2save 好 2save 所以 要編譯 的指令 它就是c ++ 嗯 所以我們 所以我們的檔案是 esave.cpp 輸出 輸出呢 就減小O esave.o 按enter 按enter 蹦 好 ok 所以我們剛剛改的確實也是正確 好 那我們就 就 離開這個 這個 Terminal 同時呢 我們也離開 KRDC 一些稍後 15 2 1 1 2 1 2 2